第189集 方平笑了笑 也没再纠结分支高低 询问道 你们回来了吗 没 今天南疆的张总督要接待我们 方平 你在哪啊 宗师出面接待咱们 这面子刚刚的呀 张定南这时候 还能抽空来接待这些学生 说明邪教的事 恐怕要告一段落了 邪教的三大高品舞者 是死是活 还是跑了 方平也懒得关心 有多大能力 操心多大的事 他现在还没这个资格 参与宗师的事 至于傅昌鼎说的接待 方平大概知道 张定南的意思 笑道 是啊 今日把面子给到了 他日南疆遇到麻烦 你们也不好意思拒绝不是 一位宗师强者 还是当地总督 热情款待一群二三品的学生舞者 等南疆遇到了危机 对外求援 这些人或多或少 会念点情分 张定南干起这种会而不费的买卖 不是一般的精明 方平也不反感 南疆也许 也需要这样的总督 张定南未雨绸缪 现在正在拉拢各方势力 等南疆遇到大危机 来源的舞者多一个算一个 和傅昌鼎聊了几句 方平挂断了电话 挂断电话没多久 方平手机上又多了一条短信 陈云熙的五百万到账了 五百万一到账 之前被方平吞下的回命单 也自动被默认为方平的资产 回命单按照合约价 定价是在六百万 显然被系统默认了 下一刻 方平财富值增加了二百六十万 达到了一千四百六十万以上 现在也达到了两千五百万 差距还是很大的呀 方平轻叹一声 现在他起码要达到一亿财富值 系统才有希望升级 甚至能不能升级都是个问题 缺口有些大了 另外 物器破损 鞋子恐怕不能用了 凤嘴刀也要修理 唉 这次任务真是亏大了 方平愈发的郁闷 带着这种郁闷的情绪 方平抵达了公司 鼎盛大厦 远方这边人越来越多 氛围也比之前紧张热闹了不少 四月份 因为方平转账两千万 远方开启了全魔都的扩张 到现在 虽然谈不上渗透到魔都每一处 可最少能在整个魔都 看到远方快递员工的身影 方平一到 一些认识他的员工 纷纷恭声问候起来 方平微微点头 直奔李承泽办公室 办公室中 李承泽正在打电话 看到方平进来 匆忙说了几句 挂断电话便道 方先生 您来了 啊 现在情况如何了 魔都六个区 现在都已经布局了 开始承接业务 效果还不错 也算有了点口碑 不过 现在还处于发展期 我不是问这个 我是说 有人对我们的公司感兴趣吗 李承泽文言点头道 有 您上次说 有人感兴趣的话 可以的 所以对于那些融资的企业 我们都秉持欢迎态度 可真正舍得投钱的机构企业不多 有人实在打开口 融资一千万 就要占据我们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就没遇到靠谱点了 李承泽想了想到 目前 真正有想法的企业 也有几家 重评点这家公司 方先生听说过吗 哦 知道 他们对我们的餐饮平台 很感兴趣 但是对方提出的是收购 李承泽说着又道 在我 确认否决之后 对方又提议合作 他们的意思是 我们的餐饮平台和他们合并 成为他们的子公司 二级网站入口 对方给我们的估值在五千万 他们希望能用重点评的股份来配发 也就是说 我们融入重点评 您可以持股他们的股份 方平摇头道 这个建议不考虑 我要那点股份有什么用 他们的老板我知道 文艺气息太重 重点评 并入我们还差不多 除了他们 另外就是几家互联网企业 也表示了兴趣 您看是否进一步洽谈 风险机构呢 李承泽微微醋眉道 最近风险机构 包括全世界的风险投资机构 都缩练了许多 投资力度降低 不知为何 比以前谨慎了不少 方平皱了皱眉头 他猜测可能是地窟恶化导致的 这些机构都是舞者开起来的 地窟局势恶化 这些机构现在恐怕也处于一个观望期 地窟目前还没有波及到正常的世界经济运转 毕竟商业主流还是为普通人服务 可一旦局势再度恶化 那就会波及到现实社会了 此刻各大机构收敛 也是应该的 投资未来 也要看未来局势 局势不明了 这些机构 也不敢肆意投资那些 回报期限长的企业 哎 麻烦 方平骂了一声 这么一来 自己这边情况就恶劣了不少 毕竟餐饮快递都不属于那种能迅速得到回报的企业 就没一家感兴趣的 也有 可都报价一般 最高的多少 最高的 给出现在的估值是五千五百万 没办法再高了 我投资都快四千万了 方平低骂一声 轻轻敲了敲桌子 想了想到 那就继续扩张 另外 远方需要提升一下名气 局势还没恶化到这地步 李承泽不是太懂他的意思 方平则是觉得 现在还处于一个和平期 短时间内地窟恶化 也不至于太明显 宗师们 依旧在忙碌着各自的事 这就说明 情况还在可控范围内 等哪天 宗师们都无心经伤从政了 齐齐聚集在地窟 那才是真正的恶化 哪家对咱们估值一个亿以上 那就可以继续谈 低于一个亿的 别搭理他 方平说着 继续补充道 另外 现在国内三级已经开展 部分三级手机 已经开始上线 在移动端方面 都投入一些 明白 你怎么样了 继续多少了 145卡了 应该很快就能达到舞者的门槛 嗯 争取早日成为舞者 现在是5月初 我希望能在6月份 完成第一次融资 无非是炒作到位 在这方面多花点心思 雀头给足 什么第一家网络餐饮企业 第一家承接舞者餐饮的 线上餐饮平台 第一家 方平都想说 第一家来往于地窟的外卖送餐企业了 信不信 我以后给地窟历练的舞者送快餐去 舞者多惨啊 在地窟 吃点东西都难 大部分时间都在嗑药 我这业务要是做到了地窟 地窟恶化又如何 反而更牛 可惜 也只能想想 方平只要一想到 在地窟 舞者正在和地窟生物打声打死 忽然来了位外卖小哥 大声道 暂停 您的外卖到了 吃饱了再打 哎呀 这画面 想想就没 李承泽显然不太理解 方平为何发笑 有些茫然 方平也不管他 叮嘱了几句 最后再次提醒 六月份之前 尽快完成第一轮融资 魔舞 此刻的魔舞 好像冷清了不少 实际上 这只是方平的错觉 魔舞一直如此 只是现在他熟悉的人 大部分都不在学校 所以显得更加冷清 走到宿舍 看着附近几个房间大门紧闭 方平愈发觉得冷清 孤独 寂寞呀 方平 尼南一声 舞者 要耐得住寂寞 这话不知道是谁和他提过的 他和傅昌顶说 舞者之间 关系别太亲热 说的倒是干脆 真等一个人的时候 方平又有些觉得太过冷清了 这种孤独感 直到方圆的电话打来 才消散了不少 方平 这几天去哪儿啊 电话怎么打不通啊 唉 手机坏了 换了个新的 哦 对了 妈让我问你 你下个月回不回家 下个月 对啊 你问了 什么 我要中考了呀 方圆撒娇道 你都不说我来送考 一点不负责 方平失笑 这才记起了这事 笑道 什么妈让你问我 你自己问的吧 中考什么时候啊 六月中旬 十七号和十八号两天 提前一个多月打电话通知 你也够可以的 方平好笑道 看情况吧 可能会回去 这也得看 去地窟的时间安排 在这之后去地窟 那方平回去一趟 倒是可以 在这之前 方平恐怕得缺席了 听到方平不确定的回答 方圆略显失望 不过方平没说一定不回来 方圆也不再纠结这个 方圆 我记写才到130卡了 厉害吧 方圆再次傲娇了一下 今年的五科考 体检官刚结束不久 现在公布了气血线 比起去年 今年报考的人数大增 以往 全国每年能有百万人 报考就不错了 今年高达三百万之巨 各个五大 在今年都会扩招 同样的 基准线也拔高了许多 今年光是体检线 就高达一百一十五卡 真正要考上五大 恐怕要一百二十卡气血 比去年又提升了好几卡 方圆才初三 气血高达一百三十卡 小丫头洋洋得意好些天了 趁着机会 和方平炫耀一下 一百三十卡 方平有些恍惚 半少才到 刚刚我才见了几个舞者考生 连他们我都看不上眼 你跟我炫耀一百三十卡气血 袁公公 你是不是想太多了 别哼了 你哥我现在都三批了 也许很快就是宗师了 加巴利亚 别给我丢人 丫头 这世界比你想象的 要危险得多 今年年底 或者明年 南疆恐怕不太安全 方平提了一句 想了想又等 哎 算了 不提这个 到时候再说吧 地窟入口要出现在南疆 出现在阳城也不稀奇 那个时间段 得找个借口把父母妹妹 都接到魔都来 方平沉吟片刻 魔都和京都应该算是最安全的地方了 这两地宗师极多 现在提及 父母那是肯定不愿意的 老一辈人 让他们背井离乡 去外地生活 都不会习惯 也许我该在魔都置业了 哪怕地窟危机到来 魔都的产业 也不会贬值 恰恰相反 那时候作为魔武的大本营 以及华国的经济中心 其他地方的人真要逃难 魔都反而是首选 真要到了那个阶段 魔都的产业 恐怕会节节攀升 甚至实行准入制度 方平心中想着这些 又想到 现在花钱的地方还有很多 就有些头疼欲裂 花钱的地方多 财富值又想囤着让系统升级 又想让自己战力提升 唉 哪儿哪儿都不够花呀 真想抢一位宗师 也许抢了吕凤柔 我就发达了 方平胡思乱想着 再次叮嘱妹妹道 别骄傲啊 中考我争取回去 先挂了 方圆此刻还在想着老哥之前的话 一时间也有些心不在焉 危险 什么危险 那要不要多发展点人头 让袁平说人多一点 人多力量大嘛 方圆的小心思 方平自然不清楚的 挂断了电话 方平想了想 直奔后勤步而去 平台运营到现在 学校和学生享受了便利 也到了自己收获的时候了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自己也不能一心指望远方 餐饮那边 得主动争取利益才行 几分钟后 李老头皱妹道 你要抽成 方平解释道 不是抽成 我的意思是 平台打一些折扣活动 刺激大家消费 要不然 学分留着也是留着 大家学分足够 都没动力了 李老头撇嘴道 不刺激 他们也消费 方平苦口婆心道 老师 您会做生意吗 要是现在单要什么的 都给点优惠 给点活动 大家心里一样 绝对会买买买 甚至学校可以开启 学分贷款模式 给大家放贷 收利息 让大家都负债累累 到了那时候 你想想 欠了学校的学分 能不努力做任务吗 对三品五者开放的话 我看这些人下地哭 都有动力的多 背负一身的债务 还在涨利息 能不努力去挣学分啊 学校应该调动 大家的积极性 现在大家 都是有一个学分用一个 说实话 哪有动力 大不了我不买了 修炼慢点就慢点 可你搞点活动 促销活动 那我保证 再闲鱼的五者 这时候积极性也上来了 再欠点学分 大家压力就大了 有压力才有动力 男舞都在改革 我魔舞居然在吃老本 老师 现在大四学生毕业 就咱们学校这情况 还能出五品学院吗 丢人都丢到家了 这时候 让三品四品五者 提前预界学分 大家不但能提前武装自己 加快进步速度 有了实力 就会下地窟挣钱还债 这才是良性循环 偌大的魔舞 居然都没人想过刺激一下大家 光让大家死练 可没钱没学分 怎么练 提前借了 大家有了实力 你不去催促 大家也会努力修炼的 李老头若有所思 难难道 好像有点道理啊 不是好像有道理 是极为有道理 您想想 武者和普通人 难道有什么不同吗 背负着巨额房贷的人 是不是比那些 无债一身轻的人更努力 因为不努力 他们就还不起房贷 李老头嘀咕道 那要是半途出了事 方平脸色一正道 老师啊 真要死在了地窟 还不起学分 我觉得学校该承担这些 难道您就希望他们死在地窟 他们自己希望死在地窟吗 要是真死了 那也是为了人类而死 这时候还计较这个 真的合适吗 魔物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为大家提供一个变强的机会和场地 这次历练 我发现了 某学生其实表现得很差 为什么 就是因为大家积极性不高 缺乏一定的动力 要是当时各个背负巨颤 我想我们肯定会表现得更好 滑水的也不会再滑水 李老头翻了个白眼 说的跟真的似的